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研究院的研究员梅惠林则指出 美国百分之百会出兵 据新头壳今天报道称 澳大利亚拉筹博大学上周开会讨论中国在亚洲发动战争的可能性 澳大利亚新闻网消息称 梅惠林认为中国将会在六到七年内开启战端 而台湾是最可能遭遇冰封的地方 据梅惠林指出 中国无法使用灰色地带 胁迫政治战等灰色地带手段完全控制台湾 而习近平又将他的政治遗产寄托在夺取台湾 梅惠林指出 一旦中国在亚洲开启战端 美国百分之百会介入 问题在于 中国可能研判即便美国介入自己也能取胜 据梅惠林分析 中国之所以可能做出这样的研判不是中国军队比较强大 而是中国比美国在地理位置上更接近台湾 中国可能试图在美国来不及反应之前就采取行动 而美国一旦失败 对整个亚太地区都将出现严重的后果 人文及社会科学院长比斯利则指出 现在的局势很接近1914年依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 习近平的公开信号是不会将台湾问题留给下一代 习近平的任期没有明确的终结点 所以难以推估他会出兵的确切时间点 比斯利还认为 美国绝对会支持台湾 最重要的原因是 如果美国不支持台湾 将会严重损伤美国在全世界的信誉 据该报道 亚洲协会北澳大利亚研究员伯根斯坦则认为 在未来5到10年内不太可能出现一场全面的传统战争 但战略误判的可能性依旧存在 伯根斯坦认为 面对中国侵略 澳大利亚将无可避免地加入对立面的联盟 澳大利亚需要发挥自己的强项 结盟并影响其他国家 为美日韩星等国提供良好的训练场所 另一方面 也需要与北京建立沟通渠道 据该报道说 伯根斯坦指出 冷战期间有各种机制来防止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或核武冲突 现在防范中国与亚洲各国军事冲突的机制太少 是导致市局不稳定的原因 假移民真间谍 英国BNO恐沦为中国间谍同行证 据苹果新闻网报道 根据英国媒体报道 从年初迄今已有34000名持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的香港人申请赴英定居 其中也包括中国间谍 令人忧心该计划恐沦为英国国安的破口 英国《泰晤时报》9号引述消息披露 有中国间谍正利用这套签证新制入境英国 企图渗透英国 英国政府消息人士指出 BNO签证计划的审查过程比其他计划更严谨 对申请人进行严格的背景审查 因为英方已经觉察中国派潜伏间谍 以逃离专制政权为由 申请BNO移民英国签证 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直指 中国是会利用线人在其他开放的社会中 窃取机密的集权国家 因此相关忧虑是完全合理的 他表示北京也可能采用其惯用伎俩 透过华人团体影响英国议会和社会 替自己谋取利益 他也建议英国的政府应考虑 限制BNO签证持有者 参与与违反英国国家利益的政治行动 虽然英国内政部表示可能有超过百万香港人 已该签证移民赴英 但实际数字较可能落在32.2万人 签发签证者将可赴英定居5年 期间可就学就业 但无法享有社会福利资源 期晚后可申请永久居留权 继续驻满一年后就能申请成为英国公民 英国官方评估这项签证计划 可望为英国创造24亿英镑至29亿英镑的经济效益 大部分为税收 滴滴也报丑闻受害人反遭开除 据法广报道 继中国阿里巴巴女员工遭到上司性侵后 滴滴出行也爆出性侵丑闻 一名微博名叫投诉滴滴上级被开除的单亲妈妈发文 弃诉自己被带到饭局灌酒 指控遭到高层级政府部门领导侵害 据自由时报今天的报道称 投诉滴滴上级被开除的单亲妈妈的这名单亲妈妈指出 当时也是被带到公司高层级大客户的饭局 并且其中还不乏当地的纪委干部 政府部门领导 在饭局中客户不断要求他喝酒 喝完红酒掺白酒 在意识模糊之际 客户已送回饭店房间为由 将他带去另一桌私人饭局 他写道 他只记得十几位全是男性 接下来就失去意识 而再次醒来时脸上都是伤 他透露 我不敢想象这些人在我失去意识的时候 对我做了什么 据该报道 后来这位单亲妈妈到新化南仓派出所报警 但警方不让这名女子看监视器画面 更不让他拍摄 警局的笔录坐了四个小时 一遍又一遍的核对各种细节 让受害者痛苦不堪 后来滴滴的人士也到了警察局 他们要求陪同听笔录 当着他们的面附属那些罪恶 该报道称 这位单亲妈妈坦言 这些人受到制裁的成功率不大 因为都是有钱有势的人 也曾经有很多媒体想帮他报道 但都与滴滴有业务合作 所以报道选题都被否决掉 报道说 这位单亲妈妈被滴滴开除后的半年 找工作时都被问到离开滴滴的原因 而无论怎么解释 最后都无法被录取 她抨击滴滴的行为 形同阴暗生物 把受害者污名化 阿里两高层引救辞职 涉事人永不录用 据联合早报报道 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 今天凌晨9号公布 女员工遭侵犯事件 阶段性内部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 阿里旗下同城零售事业群总裁李永和 和HRG徐坤引救辞职 阿里首席人力资源官董文宏 既过处分 涉事男员工被辞退 永不录用 另一据网络消息 涉事主管王承文被抖出 跳槽短音平台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 并通过第一轮初选 对此字节跳动HR证实 王承文近期确实有来面试 候选人的面试时间在事件爆出之前 字节跳动的面试官和HR并不知晓情况 经查现已无限期终止该候选人 王承文的招聘流程 据澎湃新闻报道 这名男员工被指和女同事 在酒醉状态下有过度亲密行为 严重违反公司规定 关于他是否有强奸猥亵等违法行为 上述公告称警方正在调查取证 张勇在阿里内网发布公告时说 侵犯事件对这名女员工造成巨大的伤害 无论警方的调查结果如何 我们会尽全力关心和照顾好她 遭侵犯的女员工早前称 她在上月27号被上司逼着在台风天到济南出差 期间在与商家的饭局上被恶意灌酒 并遭到客户猥亵 同行的上司不仅没有阻止 还趁她醉酒偷办酒店房卡 多次进入她的房间对她进行侵犯 该员工在事后向公司反馈 但遭遇公司内部冷漠处理 最后在公司食堂发传单维权 这名女员工已向警方报案 济南市公安局淮音区分局也通过微博证实 他们就阿里女员工被侵害事件展开调查取证 有网民在微博发布了 相信是女员工的抗议字句 指老鼎李永和和丁东徐坤知情却不处理 并请求公司还她公道 公告认为李永和作为事业群总裁 在这件事上的敏感性重视和投入程度远远不够 没有主动作为 徐坤也没有起到事业群HRG关键决策的作用 为此应承担领导责任 阿里也宣布 接下来将继续在几个方面进行反思和行动 包括开展对于包某某性骚扰在内的员工权益保护的 培训和调查开通专门举报通道 员工的举报将在确保隐私受到充分保护的前提下 由专人跟进 阿里强调 他们持性骚扰零容忍态度 并宣布由外部专家和员工代表共同制定反性骚扰行动准则 公司也将继续旗席鲜明的反对丑陋的陪酒文化 不分性别 阿里巴巴无条件支持员工拒绝陪酒 女员工遭性侵犯事件在微博成了热门话题 微博热搜榜前10名 在大约今早9点20分 有5个围绕这个话题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国民妹妹全红缠摘金 商标当天被抢住 据苹果新闻网报道 东京奥运刚刚落幕 中国影音平台抖音 快手随即出手 封禁借东奥运动员名气蹭流量 恶意炒作与行销牟利的网红与营销号 中国网信办8号晚间特别发文提及此事 支持平台政策 与此同时 爆红的中国14岁跳水选手全红缠 他的绰号姓哥 在夺金当日8月5日 随即被杭州一家网络公司抢先注册 引发热议与批评 这家公司与同日晚间发声明 表示注册后将不会将商标用于商业行为 未来也会转让给全红缠 综合大陆媒体报道 全红缠的老广东老家近日变成网红的打卡圣地 每天人山人海争相蹭热度 完全不在乎全红缠家人的感受 当地警方甚至在村口设置疫情防控点 对往来的人员测试体温并派人维护秩序 网红追求流量的行为在网络上引起不少人的反感 网友批评这些蹭流量的网红可耻丢脸 并称平台方应该惩处这些账号 另有人呼吁还给他们宁静的生活 就是对全红缠最好的支持 除了当场拍摄打卡蹭全红缠的流量 也有撕起脑筋动得更快 抢再夺金当天就申请将全红缠的绰号信歌注册为商标 不过此举随即引发舆论热议与不满 在同日晚间这家杭州的网络科技公司发声明声称 强调若顺利注册信歌商标 绝不做任何商业性质的利用 并在未来将商标相关的智慧财产权及所有权利 无偿转让给全红缠或他指定的机构 全红缠展露质朴纯真特质 他之所以以有信歌的绰号 是因为先前一次受访短片在网上流传 来自广东湛江农村的全红缠 听普通话脚不准确 记者提问你的性格是什么样的 他先是听成了谢歌 经过解释后又问 姓歌姓歌是谁啊 好我们再看下面的报道 加拿大人谢伦伯格明天二审宣判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涉嫌在中国 走私贩卖运输和制造毒品案 据报明天10号由辽宁省高院进行二审宣判 谢伦伯格被指在2014年11月 到大连分装一批222公斤的冰毒 通过海运从大连走私到澳洲 失败后他企图从广州转机逃往泰国曼谷 在广州落网 他2018年11月被大连市中院判入狱15年 不服上诉 检方在一年重审中认为判刑过清 法院采纳意见改判死刑 谢伦伯格二度提出上诉 加拿大及部分西方国家认为 谢伦伯格被改判死刑是北京的政治报复 因为判处死刑的数周前 加拿大政府应美国的要求 对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作出逮捕 中国外交部则强调 不允许任何国家的毒贩来中国犯案 要求加拿大尊重法治 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 没有战略 未知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